哈喽各位报挂的朋友大家好 我们有一个好消息 也就是我们会在每天推出主播精选的影片 也就是呢 我会在这个两个小时每一天的 歌语来听互动的过程当中 我要挑出今天最亮点给大家看 那程序间会上线呢 在七点钟每晚七点钟 会在我们完整版试出之前 会先帮大家划重点 那么同时呢还提醒大家 在这个主播精选的系列下面 也没有任何的建议的话 都非常欢迎你留言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请教上之歌啦 刚刚波及讲的没有错啊 有必要发动到国家级警报吗 好那反正大家都看得出来是哪招嘛 那这芒果干 选民吞不吞得进去 首先已经很清楚点 我刚刚波及已经讲了 这个东西很清楚是蓄意的 没有两颗子弹就一颗飞弹 而且它是卫星也不是飞弹 这个东西很清楚 生不出两颗子弹 也不敢也没有人 也你知道也赖青腿 也不愿意捐出他的一个杜男 然后最后要两颗子弹要划过去 那很精准 没有办法所以就这个东西 其实我想我们自己在跑车 这么久 你看到这样子一条龙 包括蔡英文的说法 包括成建仁刚刚的说法 这个所有的东西 都是要造就一个创造出来的 一个两岸压迫性的这样子的气势 即使会有很多的部分的诠释 但是它这种国家其实的部分动员 我们觉得可能理所当然 可是我觉得各位 以现在我们在进行的时间 在下午的时候 对于很多 不要说是中南部 包括北部的地区 我刚刚讲 我刚心目中讲说 我刚上午在了这个三重自强市场 包括例行市场 例行路那一带 我想那边的所有的人 包括那些卖菜的菜摊 那一些在那种公寓里面的 所有那边住在那边的人们 所有在那边 然后那所有当中 现在在讨生活的 你看到这个东西 你会惊吓到什么地步 而且不是一通 刚刚超过七通以上 七通的前期 七通我刚刚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三通我就受不了了 我刚刚在关的时候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这样再连续关的 所以在这样子的时候 那个东西是什么 我们瞬间就知道 那个东西是 你知道那个东西 其实就是卫星 它在上面发射 可是这样子的紧急东西 会有好多的疑问 所以疑问当中 就会造就某一种恐慌 我认为它也许针对的部分 对于那种讨厌民进党 对于有知识判断的人部分 马上我们就立刻笑掉大牙 可是对于它的基本盘 对于它的那些 如果比较没有办法了解时事 真的没有办法分辨 飞弹或者是刚刚讲 到底还是卫星 直接的警报 它感受到的是警报 它根本没有看里面的认识 巴拉逼巴拉叫我不停 我觉得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我觉得那会是什么样的地步 这个就是他们可能要达到的效果 我们笑归笑 可是我一直在强调 这一天我刚节目里头跳 招现在的每一招 到底有没有效 对于各自的基本盘的族群 对于相对的基本盘族群 我觉得这一招 如果对于那些相对没有 比较没有判断力的 民进党本类的基本盘 我认为可能会造就恐慌 会东问西问之后 可是最后看完之后 我们虽然笑了 可是对啊 他们说好家战 对对对 我真的好家战 没什么事情 乃至到最后 如果还有些散布一些 你知道那么多立委 他民进党在散布这种消息 散布了我等会秀给大家看 林静怡什么都出来讲话了 对对对 所以那个东西你知道 是一条龙大家要一起做的 而这个东西 他们可能对于基本盘当中 造就那种恐慌性 说不定是有效的哟 好在这边我先我先 呃补充一下啊 刚刚院长陈建仁 背询的时候 有直接说他口误 他改口了 他说我说错了 是卫星不是飞弹 来看到这个林静怡 直接在脸书上发文了 他说中国你够了哦 备战才能避战 能战才能止战 唯一支持 赖清德啊 林静怡啊 民进党守护台湾 捍卫民主 就转破这个警报 那徐巧新也就说 飞弹经过台湾上空 民进党政府直接装死 选前发射卫星 赶快连发三次国家警报 如果赖清德当选以后 可以天天收警报 他说中华民国是灾难 搞不好真的 搞到两岸开战 这样的日子 我可不要 然后1月13下架 民进党英文还写MISO 是啊 来了嘛 你说你这个不是一挂 四些钱好的 我不信 第一个啦 这个中国大陆要发射卫星啊 其实国防部之前早就知道了 不可能今天中午 央视的总台报导才知道发射卫星 赶快写个新闻稿 OK那衰弦就是一个设计好的手段嘛 你中国大陆过去几年 就像刚刚杨明说的 这么多次发射卫星 然后呢 哎这却没有一次 这个空行警报的方式来警告大家 而且卫星在大气层以外 过去民进党说 大气层以外的上空 基本上不属于任何一股的领空 过去有这样讲法 那时候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 因为质疑他哎 飞弹飞越台湾北部上空 怎么台湾的朋友呢 没有收到任何的警报 国家级的警报呢 是我们的雷达失灵呢 还是隐瞒消息呢 最后呢还是由日本的防卫省 来通知这样的讯息 所以真正飞弹在我们上空的时候 哎民进党装作不知道 因为这可能真的对台湾的 民进士气会有所影响 当中国大陆呢 一如往常的去发射一个 例行性的卫星的时候 警报大响 因为这是选前三天 想要利用这种方式呢 塑造两岸的氛围 塑造这种芒果干 塑造这个中国真的要打台湾了 如果跟我讲嘛 如果外国人他看不懂中文的 如果这个时候有外国的记者 在台湾采访大选的 看到这个防空警报的话 他前面防空警报 后面是米索 觉得中国大陆是不是真的要打飞弹来了 用这种打飞弹来的方式 就是说到台湾全岛 面临到中国大陆很大的军事压力 中国大陆用军事手段来戒选 所以全国一心全岛一命 一定要的踊跃支持执政党民进党 他会不会变成这样的新闻呢 这种感觉会不会跟王立强的 感觉有点八七相 王立强也是一个境外的这种感觉 境外做一个剧本 然后在台湾的来扩散 来发散这个效应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实在是荒谬到离谱的进步 就这样的政府 就利用日常的手机的这种 提醒大家地震要小心啦 然后要下暴雨啦 这种每个人会有手机 会有讯号的 会有讯息的 用这种方式来戒选 用这种警告的系统 来做自己选战的文宣工具 我觉得这个政府实在太扯了 真的太扯了 1月13号要把这个政府下架 连这种东西都会变成民进党 你去一个入脑 然后呢让大家觉得恐慌 请问这样的政府 我觉得实在很夸张 而另外一个我是不是觉得 我们蔡总统是不是对罗智政特别喜爱 要另外一个新闻来盖过 转移焦点是不是 转移焦点来盖过罗智政 突然看我们节目板要讨论罗智政 突然后半段不讨论罗智政 来讨论一个莫须有的空的空气警报 我们也要讨论高端好不好 高端就被转走了 你看立法院现在通常讨论空气警报 到底是飞带还是卫星 到底卫星的英文到底怎么写 飞带英文是MISO 那这个中文是怎么写 就变讨论这个转移的焦点 民党政府赞了真是厉害 这个网友金徐他donate进来 金徐说小新选前48小时 会宣布戒严停止选举 好那在这边呢 我请教这个波及 波及这边你还有看到什么最新的吗 目前因为我知道其实 我不好意思透露太多 但我知道有些绿媒已经 没有啦 他们就是要操作啦 但是我觉得这个操作不容易成功啦 我还是要强调 大家就这个很简单嘛 像张诗刚他们这个国民党在野党 就赶快把这个裴洛西来台的时候 当时呢都不发 死也不飞 飞弹飞过我们台湾的上空 死也不发警报 现在卫星经过 发射卫星经过我们台湾上的 这个南部的上空 立刻发警报 警报里面还写飞弹 那所以这个当然啦 你说这个卫星都会有这个火箭 这个是载运啦 他们就是会有一个载运 然后那个到一定的在脱离 这都是已经非常的技术成熟啦 这个跟军事行动完全无关啦 那我们也不用在乎这个 但重点是喔 他这个恐吓老百姓的举动 我讲这个东西只要被拆穿 这个你用绿媒去讲这个 问题是连陈建仁 你看陈建仁他比较尴尬的就是说 他先讲飞弹 后来说不是飞弹 来大家这个绿媒难道不报道吗 那就要澄清了嘛 对喔 不得不澄清 对啊你一开始讲飞弹 后来说没有啦是卫星 对不对 所以这个第一时间 他们一定会赶快说 中国又怎样做怎样 可是问题不是 问题就不是嘛 这是他们预定的 你知道这个我看了一下 12月有一则新闻喔 说中国大陆12月 光是去年的11月12月 就发射7次卫星啊 只是有没有经过 那个轨道有没有经过台海 台湾的这个 所谓的上空的这个概念而已啊 那去年我刚刚有秀过嘛 去年飞过台湾上空的卫星 至少三次 的中国卫星发射至少三次 那所以我说这个过去没有的惯例 到选前突然有 那这个我只能说你选后喔 你可能你也在看不到这个 国家级警报了 所以大家赶快把这个国家级警报 保留起来喔 赶快把它截图 把它给它这个存档 这是一个历史文件喔 你在我国中华民国境内 第一次在 尤其是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后 第一次收到这个防空警报 中国发射卫星 请赶快把它留存喔 这会是一个未来的历史文件 那当然啦你说什么 就很巧嘛 今天又有罗智政的这个 重大的这个影片流出 又有高端的报告 在这个时间点 他们是不是设定好 要用这个方式来转移 我们不管 不管有没有没关系 这些阴谋论我们不用去猜测 但我必须讲喔 包括上这个也好啦 这个这个斯刚 我们第一时间大概看一下 你也知道说既然是卫星 你一开始很紧张 看卫星好像就 差别就分出来了 这种东西我讲 如果今天老百姓 是笨到看到这种讯息 会就觉得我票一定要投民进党的话 那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也只能共同承担 我们也只能共同承担 但是如果大部分看到之后 他说那这个有什么好发警报的 对民进党的怒气上升的话 我讲那民进党就惨了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here is s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